来看看大碗这个家伙是如何沉浮在瓜子的石榴裙下的 唉,看到瓜子给大碗这么勤快地打理羽毛的时候 我还是蛮震惊的 毕竟瓜子这娃平时自己的羽毛也不怎么好好打理 头上的鱼管都还是我帮他撸的 嗯,这温存得让我有点 啊,又变成原来的那个瓜子了 一点耐心都没有的 换了个角度 哎,总感觉逆光拍得好累啊 就拍不出他们那种很鲜的感觉吧 哎,瓜子这是打算让大碗给他礼毛吗 不过这时候的瓜子感觉特别的妩媚 哎呀,就歪着头 扎着毛给大碗 然后大碗呢 无动于衷 就呆呆地在旁边站着 我感觉这小子早晚要被揍 哎,平时我给瓜子录鱼管的时候 好大个不情愿哟 如果对我也这么温柔该有多好啊 哎,刚说完怎么就要打起来了呢 看来瓜子的耐心也不过如此 或或或,不过就感觉很有趣 他们两个完全不用声音交流的 感觉看他们两个就是在看一场墨剧 哎呦,瓜子这整身的羽毛都捧起来了 哎,好像大碗开始给他梳毛了 嗯,果然 也不知道大碗弄得好不好 不过看瓜子小兽的样子应该还不错吧 看来大碗的技术比我好呀 瓜子都没有翻脸的样子 就觉得很奇怪 柚子和桃子放在一起的时候 怎么就没有这么亲密呢